苏丹宏史安风暴高雄检调查出负责人李燕廷涉嫌利用旗下公司进口问题的辣椒粉 曾经在报关的时候遭到了边境抽验道 竟然将这同一批货分装到不同的货柜再次进口 现在传出连占性知名美食主持人自创品牌也曾经误性受害 检调进一步掌握李燕廷遭到调查之后 还涉嫌把现金藏在前期住处的天花板等处 目前是搜出了2160万被查扣了1亿3000多万的财产起诉6人 鉴请法官针对6间被告公司各科以2亿元罚金 而先前收押的李燕廷则是以200万元交保 出藏室收出一大袋现金 保力融合也拿来装钱 甚至天花板安藏夹层这里也有钱 检调搜索李燕廷前妻住家 当前妻的面搜出现金 连车上都有总计2160万 疑似掩饰或隐匿犯罪所得 为什么要跑 调查苏丹红辣椒粉 关键负责人李燕廷在内6个人被起诉 检察官除对理性被告等自然人 鉴请法院从中良行外 鉴请法院对相关公司法人 各科以2亿元罚金之刑 检方指出110年李燕廷旗下公司 曾经从中国进口辣椒粉 遭检出苏丹红竟将同一批货 分装到不同货柜 再以旗下令监公司名义 再次进口 未规避边境检查 从112年2月中旬开始 还先运到香港再转运台湾 甚至刻意挑选 没餐有苏丹红的辣椒粉送宴 取信下游厂商 传出就连名人也受害 三年多前 占星美食节目主持人 开设的品牌 误信对方扬称 出货的香麻辣粉是在台湾制造 支付1300多万 却是中国辣粉 没收被告整人之犯罪所得 3994万余元 没收不法所得 也查扣1亿3000多万财产 牵扯食安 诈欺洗钱防治法 上官6人 遭起诉 记者综合报道